手作风不要了 麦当劳向手作汉堡说拜拜 麦当劳宣布 想在简化已经够简单的菜单 除此之外 还要提掉手作汉堡系列 好专心重新推出Sounds牛肉堡 根据美国国家餐饮杂志 麦当劳总公司宣布 要削减深夜时段的菜单 消费者们要向 优质的汉堡系列说再见了 根据CNN消息指出 这座金拱门 从特色手作系列下手 看来这手作系列 其实一点特色都没有嘛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麦当劳推出了 经典4盎司牛肉堡的新版本 现在可以购买一个搭配培根版 另外则是有生菜和番茄的豪华版 两个都用了新鲜的牛肉汉堡牌 不过不知道麦当劳 对新鲜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了 这家速食龙头的CEO Kevin Oskon 告诉投资分析师说 麦当劳想降低菜单 和分店营运的复杂性 嗯 复杂性 麦当劳有很复杂吗 显然的 所有菜单上的新餐点 像是全天早餐 新鲜牛肉和高级三明治 让得来速的时间都慢下来了 所以麦当劳把希望都放在 SARS牛肉堡上 不过这样就能拯救麦当劳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